我们上周不是说那个Nope那个电影 然后我开了个玩笑 说那部电影本来应该叫不要抬头 是吧 这部电影我在一开始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部电影可能以前是叫不要低头 您现在正在收听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 大话说电影 我是你的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 很高兴再次跟大家回到我们大话说电影节目 这是我们第267 是的 今天我们在录节目的时间是星期六晚上 也是中秋 我们的月饼节 包子最喜欢吃什么月饼呢 我一向是特别怀念小时候的北方风格的五儿月饼 所以说到海外之后 这么长时间其实买到的都是广东式的五儿月饼 这个味道其实相当不一样 这么多年 我一直到中秋节那边坚持这个传统 过中秋的时候自己做一点五人月饼送给朋友 那感觉好像是还挺受欢迎的 我个人也是挺喜欢吃五人月饼的 主要是前几年好像大家都很鄙视五人月饼 对 从那个时候起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朋友一块出去吃饭什么的 有月饼的时候 我就说我喜欢吃五月五人月饼 这样就没有人会跟我分那个月饼了吗 我就可以多吃一点 主要是这个关系 五人真的我觉得挺不错的 而且也就是没有那么油腻我觉得 对我觉得其实五人月饼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北方风格的比较好的 像北京一带或者是长城一北一带东三城一带 他们的五人月饼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有这个特色的 因为是咸甜口味的 南方特别是广东式的 如果他做五人月饼的话 通常都会少一点里面那个咸味的那个精髓 所以说感觉好像其实还是过于甜了的这种感觉 前几天跟朋友聊起来关于这个甜品的时候 他们也说了就是说中式的甜品啊 一句最高级别的赞美 就是不怎么甜 让我想到天龙八部里面要问这个月饼你是吃甜的呢 还是咸的呢 这个天上的月亮又白又亮 是吧 都是有暗号的 要小心一点 还是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啊 长长久久了 是的 那上周呢是我们那个五周年的第一期节目嘛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抽奖活动 抽出了五位听众 然后送出去了五香这个珍珍的那个无糖气泡水 是吧 对 那么这周碰上这个过节 我们是不是也要送点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就继续吧 其实说实话上次呢 就是上周呢 就是很多朋友们就参与了这个活动 其实挺有音乐的 我们在这个微信贴的下面这个留言呢 其实很长时间都没这么热闹过了 大家都是祝大话说电影五周年快乐啊 什么的 其实看着挺心暖的 但是有很多朋友呢 其实也是私信问 因为他们可能是 就是加了大话说电影这个公众号啊 然后其实就是目的就是被进群 很多人对这个新闻贴呢 也不是特别熟悉 而不是很了解怎么去参与这个抽奖嘛 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是比较困惑的 那我们继续搞下去这个东西 你第一次不要担心 你错过了也没关系 赶上我们中秋节 我们继续送这个这个饮料 还是一样的规矩 但是这次呢 我们就是说 发完了我们的微信新闻贴了之后呢 希望你们在这个新闻贴下面呢 告诉我们 你们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你们对这个电影的看法 那么我们呢 这次就不抽五位了 就是抽取一位幸运听众 那么还是赠送一箱 蒸蒸荔枝气宝水 好的 那就这样了 那么这周其实早几天的话 好像那个雷神4的资料片出来了 好像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下载到 可以看得到高清的雷神4了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大家也可以就回去听一下 我们之前聊雷神4的节目 这个节目应该是在各大平台上 7月10号上传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回去找一下 也可以在那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留言 谈谈你对雷神4的看法 本周我们讨论的片子呢 是一部新片 也是最近在平台上面有资源出现的 叫做坠落 英文呢叫做Fall 是的 这部片子 其实我一直没有很注意这部片子 直到我们的群里面 还有隔壁很多群里面 都开始聊这部电影了 然后我去观察了一下 发现这部电影 其实在我们澳洲还没有出 这部电影要到澳洲 我们这边9月22号才出 但是很奇怪的 就是这部电影的高清资源 已经在网上已经有了 那我就去查了一下 这部片子 其实在美国的话 是8月十几号出的 所以其实也出了没有多久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这个高清资源 怎么会来的那么快 而且我查了一下 这个电影 也没有上网络平台什么的 所以真的不知道 这个高清资源 是从哪里来的 我就是了解了一下 就是说这个片子 其实是Lionsgate 它有的电影传播权 但是他们在购下 这个电影传播权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打算 把这个片子进入电影院 其实好像感觉 因为这个片子投资 其实相当小 这个片子投资 只有三个million左右 就是非常小制作 这么一个东西 里面也没有特别大的明星 什么的 所以说最开始 大家对这个片子的 就是了解度和期待值 都相当低 但是Lionsgate 他们这个公司 购下这个电影转播权之后 做了一系列的适应 但这个适应的反应 都相当正面 然后他们才决定 进入电影院 所以说在整个 这个美国夏季的 这些电影 大长清单里面 你其实是不太容易 看得到这个片子的 但前一段时间 我进入电影院的时候 我还真是看到了 这个片子的预告片 就感觉好像 这个片子其实呢 你看了预告片 感觉好像你就应该 已经知道 这个片子的故事 到底应该是怎么回事了 它应该是比较传统的 这种叫做困境片 就是几个人被困在一个 非常孤立无援的 这么一个小环境里面 如何求生存 如何逃脱升天的 这么个故事 对这部片子可能是 最近我们看过 最便宜的一部片子 三个million 然后我看了一下 好像Lionsgate 为了宣传这部片子 花了四个million 去宣传这部片子 所以总共应该是 七个million是不是 然后宣传比拍片子 花的钱还要多 听说是因为它就是 里面要去掉很多脏话 好像有三十多个脏话 都要后期把它给去掉 然后再用变脸的技术 改口型 把它的口型变到 把F和K结尾的字 全部给改掉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钱花的比较多 但总体我觉得 这部片子看下来的话 我是可以感觉得到 这部片子的劣价 感在那边的 就是整个CG看下来的话 我真的是觉得是 做的是挺便宜的 因为这种困境片 我们之前其实也看了不少的 从那个什么 一百二十七小时 这种就一个人困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再早一点的话 我们看好像那个 有一个什么沙滩 Bave Live里的 是吧 Shallow 他也是等于是一个女主角 困在那边的那种电影 但那些电影 其实都比这个电影要贵很多 当然也是因为 那些电影的话 都是由大明星来演的 而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里面 就是两个女主角 看上去都是 好像没有演过 就没有做过主演 就是大电影的主演 其中一个女主角 是Jazane里面的姐姐 是吧 这我查了一下 只有查出这部电影 然后她的老公 是那个Cubin Junior的儿子 然后是在我之前说过 有一部挺喜欢的电影 叫Book Smart里面 他有出演过 不过除此之外的话 他们基本上都是演电视剧 什么的比较多 所以这部片子 应该在演员身上 是没有花多少钱了 对 感觉好像这个片子 真的是在工资上 是省了很多 因为我们以前知道 就是说 如果你而是困境片的话 通常我们能够记得住的 都是说属于一种 至少这个演员 有一点知名度 我们看到一个演员的话 我们知道他是谁 看这个片子 我基本上就是 没有什么认同感 这个片子里面 除了就是 这个女主角的爸爸 他是我比较熟悉的演员 Jeffrey Dean Morgan 就是感觉好像 这个面孔我是认识的 但这个人在这个电影里面 基本出现就是十几二十秒 这个样子就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戏 那么主要时间 其实还是花在 这两个女生 爬到这个塔上之后 然后就是如何 在这个塔上 这个困境里面 寻找能够向外界通知 自己被困的这个机会的 方式的这么 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老爸 那个Jeffrey Dean Morgan的话 他应该是没有收什么钱 来客串这部电影的 因为他之前是给这个导演 演过一部戏叫Heist 在2015年 所以就是请他过来 就是做一个客串型的 我觉得是 算是有情资助了 所以说这个片子 本身它这个故事 情节其实也比较单一 整个这个电影里面 人物也不是那么丰富 困境片 其实主要就是讲 这两个姑娘爬高塔 然后这个高塔上的楼梯 就是因为老旧生锈 然后就掉下来了 就这两个人的困的塔尖 大概就是井盖 那么大一个地方 然后如何去想办法求生存 这个过程中的发现 你手机也没信号 只是必然的了 然后就是自己有个小无人机 无人机又没有电 然后别人也不知道 他们在哪 然后他们在上面困了几天 又渴又饿什么 就基本上就是这种 比较典型的困境片的方式 那么这个整个设定 导致这个片子 也不会特别长 现在看这个片子 是一小时47分钟 imdb上面的评分是6.3 烂番茄上的影评人评分是75% 然后观众评分是79% 感觉稍微高一点 豆瓣上的评分是7.3 基本上也跟这个平均值呢 是非常接近的 老张你看完这个片子之后 你对这个片子总体感觉是什么样子呢 除了你刚才提的这个特效 感觉好像是比较无毛 我觉得这部片子 是不是之前应该叫作死 就是觉得好作 就是我前面说到什么 那个127小时啊 沙滩啊这种片子的话 我都觉得就是主人公 不是那么作的去找这个麻烦上的 是不是 是不小心被困住的 而这两个人是完全就是去作死的 对对对 给我就这种感觉 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导演 他既是导演又是编剧 我觉得可能他对这个 爬高啊爬岩这种东西 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 总觉得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选的这两个女主角 这个手臂上一点肌肉都没有的 怎么样能够去就是这种 自由式爬岩啊什么的 就完全看不出是这种人选 你知道吗 你说Blade Lively去游泳啊 去冲浪什么的话 他这个身材是OK的 因为就是不需要 就是肌肉特别发达的这种运动 但这两个人说 他是职业爬岩的 是不是都是都是可以就是 看他们是没有从高处有绳子往下掉的 他们去爬岩的时候 只是身上有一根绳子是 系在往从下往上系的感觉是 对 所以他们是等于是那种 freestyle爬岩的 对 所以已经是很屌的这种人物了 但是滚身没有一点肌肉的感觉 然后去去爬这种 呃那么破旧的这个呃 这个好像是个电视塔是吧 信号塔对 对这个电视信号塔嘛 然后去爬这些东西的时候也不带个手套啊什么的 然后整个感觉就是像Michael Bay要要拍这种PT电影一样 很多镜头就是从一个下面拍这个女生的屁股啊大腿啊什么的 穿这个呃一个穿一个短裤一个穿个紧身裤这种感觉的 就是有点感觉就是这个东西你到底就是你想拍什么 你是想给大家一个恐惧感呢还是就是一个你自己拍的时候觉得可以就是满足一下自己的这个眼福呢还是怎么样 演福的话导演并不需要去满足了导演在 如果这样是想满足点什么福的话指定也不是演福啊 但是呃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一点我有点就是怎么说呢非常有共鸣的 就是说这个片子呢在我在开始看的时候头三分之一我这个片子的印象其实不是特别好 呃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关于电影开场这个位置 他电影开场的时候这个女生因为呃野外攀岩高难度攀岩的一个事故失去了自己的老公嘛 然后就是说之后呢一年里面呢就是属于就是精神呃非常一蹶不振 然后他这个好朋友呢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振作起来带他重新去攀岩 让他重新用这个高度对他这个恐惧和不舒适感 刺激他让他重新得到这个生存的这种挑战和乐趣 嗯但是在最开始看他世外攀岩的时候呢我就是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么一句话在我心里的 就是这个导演和这个演员呢可能是对这个攀岩都不是特别了解或者至少是有些功课没有做 嗯比如是像你在世外攀岩的时候女生会看到他不管是在墙上和是后来他们在这个高塔上 他这个手臂都是弯着的就经常有这种就是类似于引体向上一样的这种动作 但是如果你要是参与一些关于攀岩啊或者不管是室内或室外啊就这些活动的话你就会了解这攀岩动作的时候你胳膊一定要是直的 因为你这个胳膊是弯着的话你这个肌肉非常容易疲劳的 如果你胳膊是直的话那么就是说你这个手臂上的肌肉呢其实是可以可以休息的 嗯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对攀岩会有这种就是引体向上才是攀岩的这种错觉呢就是感觉好像是如果你攀岩的话其实应该是用手臂攀上去的 但其实真正这个动作的平衡呢是在你的腿部 所以说呢攀岩的时候如果你做得好的话这个手臂一定要伸得很直而不是让他电影里面随时这个手臂都是弯着的这个动作其实是不怎么准确的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看这个地方我就是觉得好像是对这个片子期待值非常低 但是后来呢等到他们到这个塔上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导演虽然可能是他对攀岩这个运动本身不是那么了解或熟悉吧 或者说有些功课确实是没有做到的 但是到后来就是有一些地方就是比如说像他使用这种音乐去烘托一些比较有悬念的关键机会啊这些东西的就感觉好像其实做的还是可以的 对所以你说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感觉是都是挺喜欢这部电影的就是从豆瓣的评分来看的话啊 基本上只有5%的人是打两星一星的啊 其他都是三星以上的就是95%的人是打三星以上的 所以是特别喜欢这样一部就是我们觉得是可能是从一个整个制作上来说的话都是比较便宜的比较劣价的这样一部电影 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呢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嘛 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就是因为这个片子毕竟是在电影院里面播放了 有一些人如果是进入电影院看的话 那么可能电影院里面会真正给你带来这种在高处然后就是对高度觉得不舒适的这么一种舒适区以外的这种感觉 那么这些观众可能在电影院里面能够得非常好的这个电影体验 那么可能他们就是觉得确实这个片子让我觉得手心出汗了 那么他们对这个片子就会有比较好的评价 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舍身处地去想吧 如果你要是在平台机缘上面看的话 可能在这方面的这个体验会有很大的损失 但如果你要是确实是能够沉浸去看的话 那么舍身处地去想如果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会怎么样的话 那么大多数人今天我们生活环境里面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不跑不跳的 所以说你在电影脑前面啊天天坐着什么呢 如果你要是真要是想象自己站在很高的地方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蛮刺激的 好吧 我是在就是在家里面电视机上面看的嘛 大电视机上面啊 但是我完全没有看出有这种就是高处的这种危险感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整个电影它应该都是蓝屏拍的嘛 所以整个效果做出来 再加上很多就是不科学性的东西在这个里面的话 真的让我没有感到一个恐高的感觉 其实我在真实生活中是有轻度恐高的 而且我以前就是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是读初中的时候 有去爬岩石 然后从岩石上面摔下来过的 摔的就是满身都是伤 所以就是是有这样的一点PTSD的吧 但是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就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首先觉得它CDG列架 第二就是剧情狗血 狗血的一塌糊涂 就是今天我们肯定是要就是剧情敞开的说的嘛 就是肯定是要是有剧透的嘛 这个剧情太他妈狗血了 就是这种就是你像台湾偶像剧里面这种剧情一样 就是你从这个时间线去推一下他们三个人的关系 就是好像这两个人结婚没有多久 没有多久的时候 他们就去爬这么危险的这种山 然后这个男的就这样一作把自己给作死了 是吧 然后再往前面推的话 好像这个他的好闺蜜 跟他的老公出轨 好像出了几个月的轨 对 也就是说 他们其实是所有的这些出轨 结婚死去 然后去爬这个东西 基本上都是在两年之内的时间线里面 特别特别紧凑 我就觉得这个时间你去算一下的话 你就觉得这个太狗血了 发生的太快了 我是这么觉得的 就是这种困境片 它必然要给自己加这些戏 就有些时候我觉得看这些困境片 就是你可以观察得到 它这个故事里面 一定会有这些手段模板和工具 比如说你这两个人如果被困在塔尖的话 如果一个困境片里面有三四个人被困在一起 他们之间指定会有这种事 这必须得通过这种事 造成这种团队内部有一些压力 这样能够增加电影的时长 让你会觉得这个片子里面的内容 其实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不然的话 很单一的去寻找 就是逃生的方式的话 这可能就是说 节奏上来说就是比较单一 第二呢 就是如果这个几个人被困在一起了 你就会知道电影一定会想方设法 把你安排在这种困境里面 所以说你这个手机一定会没电 你这个设备一定会没电 你一定会在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 然后就是说电影头三分之二时间里面 所有关于希望能够逃生的这个尝试 指定是失败的 因为它最后才能够逃生出来 而且如果你三四个人困在一起的话 指定有两三个人是要死的 最终通常这种片子里面 都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所以你看到这个闺蜜跟这个女主角 两个人去爬高的话 那么闺蜜指定是要死的 这个电影开始的时候 你就已经知道了 然后你说到这个手机没电 我真的是没有看到过 一部苹果手机可以撑三天的 而且你知道一部手机在 就是在寻找讯号 找不到讯号的时候 这是最耗电的 对吧 而且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们不可能把手机放到飞机模式的 因为他们的不停的要寻找这个讯号 所以这三天这个苹果手机是怎么撑下来的 我真的是非常怀疑 而且途中他还不停的看自己手机里面的视频 什么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电的 是不是 对 而且我最开始的时候 我其实是在想 可能他就是一旦发现上面没有信号的话 他就把这个东西变成飞行模式了 如果变成飞行模式的话 勉强可能能够解释 就是说能够坚持三天 因为这个塔上确实是困了三天 后来我第二次看的时候 因为平台有资源方便 所以说我第二次去看的时候 看到他到第二天夜里第三天的时候 手机上面 他那个电还是满的 所以你真的拿这个东西 你就没办法去想 我其实真觉得比较神奇 就是他在电影里面 有一个给东西充电的设定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两个人在自己的小汽车旅馆的餐厅里面 然后他就把这个灯泡 桌上那个台灯灯泡拆下来 然后通过里面那个东西给他 不管是手机 反正就是把充电器插到里面去 然后给自己的东西充电 后来这个东西在塔尖上也用到了 就是说他到上面去 有个红色一个警告灯 那个灯其实是给附近飞来飞去的飞机 用来做警示用的 他把那个灯泡拆下来 然后把自己这个充电器放到里面去 给自己的这个无人机充电 然后感觉好像是里面这个插座比较深 然后他把自己的一个金戒指扔进去 然后就可以充电了 那个地方我就完全不是很理解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东西就是好神奇 感觉像魔法一样 老张你对那个地方你有什么想法 他应该是触碰舞蹈里面 那个就是那个电板 然后就是把那个戒指放进去 就可以导电 然后他那个插头只要碰到那个戒指 就可以传电 问题是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多少 这个灯泡的电压 因为他说这个灯泡 好像就是跟那个一般的灯泡是一样的 我就不信这个电塔 电视塔上面这个让飞机看的 让那么远的人都可以看到 它闪红灯的这样一个灯 是一个就是平时的这种灯泡 所以可以同样操作 这点就不要说了 充一个无人机需要多久 可能要最少一个半小时吧 就是正常的电压来说的话 最少一个半小时吧我觉得 然后他就是两只手撑在那边 挂在那边挂了一半小时 我知道人在极限的情况下 在要就是就是要要死亡的情况下 是有可能超出人的极限 但是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再加上那个时候 他已经是一天都没有吃饭 然后喝水的话也是很有限的 是吧 然后再加上身上有伤 然后又是晒了一天的太阳什么的 然后就是这部电影 其实太阳对他们的这个损害 和晚上这个洞啊 这个沙漠里面有多冷啊什么的 这种东西对他们就是身体上 有什么造成任何的损伤啊什么的 这些东西完全就是感觉不到的 然后他在那个上面好像挂了 可能有一两个小时吧 然后把那个电充完 我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相信啊 并不仅仅是这样 就是说他最开始的时候 在爬的时候出了点小事故 然后腿上受了伤 受了伤之后就是感觉好像 当时这个伤很严重 导致他这个腿应该是受到 很多活动上面的限制的 但最终这个电影里面 也并没有用到就是腿上受了伤 然后他不能够做什么动作了 这个完全没有 就感觉好像是只不是绑了一下 这个事就过去了 在上面挂着充电那个地方呢 我其实不是特别理解 他就是从电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东西是怎么能冲出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 他在上面如果挂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话 他一直以就是刚才我说 这种引体向上 这种躯壁的方式挂在这里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不正确的 如果他真的能够挺一段时间的话 他必然是就是说胳膊是直的 然后就用手挂在那 这样的话他能够坚持的时间 会长很多这种弯曲壁的这种 这种就是方式啊 是非常非常费力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我上去的话 两分钟到五分钟的估计都不行 而且就是说 他把这个东西冲完了之后 然后放回来 然后要去这个旅馆 对吧 然后这个路上 就被一个车给创碎了 我看到那里的时候 我就想 这个电影的时间还没有结束 所以说这个无人机指定 是不能好使的 但是我没想到 还会用这么狗血的方式 把这个东西搞定了 就是啊 为什么会飞那么低呢 我真的搞不懂 对 而且另外一个如果你作为一个汽车司机 你在高速公路上你撞了什么东西 你下来看这个东西 你发现旁边撞坏了一个无人机 你不会过去看一眼吗 感觉好像撞了个无人机 反正转身就走了 就觉得好像是这个电影 编剧啊 这个故事 故意就是把这条线给写死 至于说怎么死呢 他其实也不是很在乎 我觉得就是可能一看啊 不是撞车啊什么的 反正就觉得啊 这无人机就像玩具一样的 就撞了就撞了 反正也没有人来找我什么的 然后就跑掉了 我对另外一个 就是对这个片子里面 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出戏的 就是这个塔的设计 这个塔呢 它在电影里面说呢 是有2000英尺高 大概就是说600 不到700米的高 这么一个一个塔嘛 然后呢 在后来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呢 就是剧本以外的这些信息 就发现他们其实是 以一个真实的信号塔 做设计模板的 但那个塔我也看过 好像根本没有那么高 但是那个塔 你真正看到那个 就是那个真塔的照片的时候呢 那个塔大概是每10米左右 就会有一根两根铁链啊 把这个塔从左边和右边 给它拉在地上 这样这个塔一直上去之后 它会有很多铁链在上面 不停地去伸开 不然的话 这个自重和你这么细 这么个塔 风一吹就倒了 这个电影里面呢 它指定是使用了一些CG啊 然后好像是他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在摄影棚里面 做了一个大概20米高左右的 这么一个塔 然后呢 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通过绿屏 但其实它是有一个塔尖 然后呢 通过一些 请来的一些提神演员啊 做一些相对专业一点的动作啊 做一些这个事情 所以说像你说的 就是很多东西是绿屏 特别是那种 就是从上面往下照 或者是旋转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是通过绿屏 可以实现的 那么就是塔 这个电影里面呢 是单独这么一根 下面跟上面是一边粗 然后这个塔要有600多米高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支撑 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相当不可信的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可能是觉得 没有旁边的这些牵引 或支撑的这些铁链啊什么的 可能会造成这个塔的这种不安全感 但是对于我来说 每次他做这种旋转时候的这种塔的全景 或者远景的时候 我就会感觉这个塔是CG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 这个东西可能确实是影响了我的观影体验 对像这塔如果那么高 然后它的支撑都在下面的话 它上面肯定是会摇动的 摇动很厉害 对所以在这个片子里面 完全没有体现出这个真实感在这个里面 嗯 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觉得 不知道是应该吐槽啊 还是应该怎么样 就是看到这个女主角 他们两个人带着一个双肩包嘛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很多时候 它这个爬上爬下的双肩包 它会单肩背着 对而且那个包就是 我觉得我一般的这些背包啊什么的 都会有前面有一根链子 就可以锁在身上的 对 就不至于你就是 就是会这个包会掉下去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是为了制造这个矛盾点 然后去设计了一个 不是这种攀岩的人会用的包 或者是你不支持攀岩 你就是出去旅行 你背一个包都是会前面有一根袋子 就是双肩之间有一根袋子的 是把它给绑在身上的 不会掉的 有些的话腰里面还有一根袋子 是吧 是绑在腰里的 对 所以这种包完全不会出现 你就是掉下来的时候包会掉 而且就是不应该每个人 就是他们如果攀岩的话 应该是两个人各背一个包的 大家会有自己的东西放在包里面 不会只是一个包掉下去了 然后两个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对 但是即使是两个人只有一个包 我也不是就是怎么说呢 看到那个地方 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就是当这个女生打算往下走 但突然之间这个梯子开了 然后这个包就掉下去了 另外一个 后来等到他在这个塔上面 去给这个无人机充电的时候 也是这个包就是单肩背着 然后一不小心 当时就是他在上面挂着的时候 还有各种各样的老鹰过来来骚扰他 最后一下子他这个东西没搞定 然后这个包其实就是从他肩上滑下去 就是永远远远掉下去了 包里面其他东西全部都损失了 那个时候他也是单肩背这个包 所以感觉就是很不理解 为什么在很多时候 他会单肩背这个包 这个单肩背这个包 然后你在爬高的时候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舒服 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 其实是非常不安全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看着的时候 就感觉好像是很难受 很难受 对 然后这个片子 其实他就是要玩这个大反转 其实 就是他的 其实他的惊悚方面的东西 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他还是想玩这种 M9XM的这种大反转的东西 在这里面 这个电影里面 其实就有两个大反转 第一个大反转 就是我们突然知道 这个闺蜜其实睡了他的老公 这是一个大反转 第二个大反转 就是这个闺蜜 其实已经是死掉了 其实一天前就已经死掉了 后面的话 其实一直是 他自己的幻想在那边 为了让自己不用 就是不用去太害怕 幻想的 他的闺蜜还在他身边 这样一个事情在这边 我觉得就是 闺蜜跟他之间 有这个三角恋情插足的事情 其实是电影 为了能够增加这个故事的复杂性 特地增加的 那么后面这个反转 闺蜜其实已经死了 这个位置 我看到后来的时候 我在想 这个闺蜜 就是怎么说呢 是安排他插足 这样就是说 很多电影 要把这个人写死 之前就在情节里面 就把这个人相对来说 先把他稍微黑化一点 这样死的时候 观众在看到这个死人的时候 心里面就会有这个 怎么说 就可以比较正常 比较顺当地 就调节过来 有些时候 我觉得这个闺蜜插足了之后 然后死 这个女主角 是不是有故意的嫌疑和可能 我真的一开始是有这个反应 就是说 他女主角一开始会有一个很阴暗的一面 就是当他 看他结婚的时候 跳舞的那段视频的时候 他会放大去看背景里面 他闺蜜 就是伴娘的眼神 什么的 然后看到他腿上的纹身 什么的 真的就有怀疑 是不是他故意把他给害死的 就是有些地方你去回去想 就是那个闺蜜 拉了那个绳子下去 然后他够不到那个绳子 他够不到那个绳子 楼上这位 你可以去帮他绳子 可以调节一下 是不是 因为他上面摔下来的 你在上面的话 你可以把绳子的角度 给调过来一点 他完全就可以够得到 他没有做这些东西 所以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是剧本的bug 还是什么 但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部片子 他最后这个大反转 就是这个人 其实是一个死人 是他幻想出来的 这个我觉得 他这个大反转 就是没有着地 没有着好 就在我的观影体验中 我并没有觉得 有一个很大的惊讶感在这边 我就看到这边的时候 就给我一个 好吧 好高鞋 好吧 就这样一个感觉 你知道吗 根本就是像 像以前我们看那个第六感 最后出来说 Bruce Willis 其实一直是一个死人 这种 就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脑袋 被炸开的那种感觉 在这部电影里面 他就是没有做到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作为导演 作为编曲 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做好 因为前面狗写的东西太多了 我是觉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闺蜜 一不小心突然之间 刚爬上来的时候 突然之间又掉下去 那个地方 最开始给了我们一个特写镜头 这个绳子呢 就是挂在这个铁牌的边上 当时就是绳子并没有绷得很紧 然后懂得他继续往前爬 再看第二个镜头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绳子 其实已经绷得很紧了 然后这个女生在下面挂在那里 当时我就是觉得 感觉好像是要不然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电影 在拍摄的时候 做的不是特别严谨 对吧 对 如果你第二遍回去看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 是可以对得上的了 对 他就是花了很多心思 就是去做好这个梗 包括这个女生 其实他一直有这个幻觉 他会幻觉的看到就是老公还活着 什么的 睡在他身边 跟他说话 什么这些东西 他有很多 就是他一开始的话 好像就老公去世了以后 他就一直在酗酒嗑药 他一直在吃那个阿斯皮林什么的 然后都是不是按照那个剂量 在吃的吗 然后又一边喝酒 一边吃那个药 肯定是不好的了 所以他会产生很多这种幻觉 那么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他会不会有 就是因为他一直嗑药什么 他会有一个多重性格 就是他看见的老公 和他后面看到的这个闺蜜 什么的 都是他性格的另外一部分 就是他幻想出那个闺蜜 最大的用处 就是要帮自己摆脱这个恐惧感 所以他想象就是闺蜜还活着 然后这个闺蜜会一直跟他说 你以前爸爸跟你做过什么事 什么的 就来鼓舞他这样 所以其实是他 就是精神的另外一部分 他已经精神分裂了 在这边 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精神分裂的缘故 他的另外一个性格 可能把他的闺蜜杀掉 也有可能 就是如果你回去再看一遍 对 就是他自己不知道 但是他自己是 的确是把这个闺蜜给害死了 是有可能的 如果就是你回去再看一遍 按照这些点去想的话 我是觉得就是看完这个片子之后 就是在想 如果这个女主角 当然现在是女主角 有女主角光环 所以说他是一个正面人物 但如果说你把这个光环去掉的话 你可能确实就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最后 他这个手机安全地传到地上 能够把这个信号发出去 其实也是使用这个闺蜜的尸体 对吧 那么就是说这个闺蜜 如果说当时并没有死 在这个就是信号天线那个位置 并没有死在天线那个位置 而是在这个小圆台上 他也一样可以把这个闺蜜搞死 然后把他时针推下来 所以说就是当时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 想到底这个片子后面 试图想做什么事情 但是后来呢 就是看了一下 这个从看的时候呢 会发现 等着这个闺蜜 其实理论上已经死了 在他身边仍然有幻觉的时候 这个闺蜜其实并没有任何 在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了 比如说像什么充电啊 操纵无人机啊 最后无人机没有电了 他一把把这个无人机拽回来 还有所有其他事情 包括像什么写纸条什么的 其实都是他自己做的 他这个闺蜜在旁边 其实也都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然后也没有再继续喝那个水了什么的 所以感觉好像是 其实应该这个闺蜜那个时候 就应该已经死了 至少这个编剧呢 是试图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我们 对 包括那个书包掉下来 他也没去接 对 对吧 他好像还问了一句 你怎么不把这个刀接住 因为他不做其他动作的话 他可以解释 就是因为他刚才那个爬绳子的时候 手受伤了 所以他不能用笔去写东西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就是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大反转的话 你去看的话 其实是挺合理的 有点 但到后面 但到后面他不接那个包 包掉下来 他不去接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稍微会去想一下这个东西 为什么 就觉得他是有什么阴谋吗 是故意要害他们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觉得有点想不通了 这个东西 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 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 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个有一段这半夜 他做噩梦 然后这个突就过来攻击他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我也是觉得好像是相对多余了一点 因为这个片子并不需要这种 就是像恐怖片一样 这种jump scare的东西 而他并不给这个片子增加什么内容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呢 就是属于电影在努力给自己加戏 那我觉得他就是可能让你看不懂 这一段到底是做梦呢 还是清醒的 因为你会感觉这一段是在做梦 因为他醒过来身边没有任何人 然后那只图鹰来打他嘛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是在做梦 然后他后来醒过来 闺蜜还在身边 但你就是你知道这闺蜜是 他的幻想之后 你就知道其实那一段是真实的 是吧 就是这样一个作用而已 这些都是就是他特别安排是 就是让你看第二遍的时候 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好牛逼啊什么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牛逼是吧 但是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三个命令拍出来的片子 拍到这样 我也觉得他也可以了 对 可以了 不然的话这个片子在以前的话 就是直接进入相待的 就是连就是进电影院或者上平台 其实机会都不是很大的 现在就是平台可以什么东西都收 但是他既然能把自己用三个命令的成本 拼到电影院里面去 我觉得这其实就算是做的挺成功了 还有其他的地方小地方的 比如说像最开始的时候 他发那个信号枪 然后有两个人过来之后 看了他这个发的信号枪 然后想一想 然后把他们车偷走 那个地方我觉得也是挺搞笑的 对 就是这些东西 我其实觉得没有必要去设计这个 就是你一般观众看到这个东西 你知道他肯定是没有用的了 因为这个时间点还好早呢 是不是 在电影台开始了一个小时不到吧 感觉所以肯定不会解决问题 所以你放在这边的话 也没有给观众任何一点 就是这种假的这种希望感在这边 一点都没有 但有一点我就觉得 就是他们已经有书包的情况下 为什么不把手机放到书包里面 然后把这个书包塞满 然后扔下去呢 肯定比那个鞋扔下去就要防震很多嘛 是不是 是的 就是这个书包的话 执行效果会更好 对 我还有另外一个其他的想法 就是说如果他们一旦发现自己被困在这个塔尖上的话 他们一个方式就应该是很快去拆掉这个红灯 因为这个红灯其实是当地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你不知道知道那个信号塔在哪 你看那个红灯就在那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人天天晚上都会看这个红灯 一旦发现晚上这个红灯不亮了的话 那么这个红灯本身它作为一个安全手段 是提示周围的飞机不要撞到它的 所以说这个红灯一定要被修好 那么我当时就是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就是一直有这个疑问 就是这个红灯呢 其实是很重要 它必须一直得亮着 所以说这个红灯如果坏了的话 这个塔是让人爬上去换这个红灯的 这个红灯现在你感觉有多长时间没坏了 但是问题是就是 真的如果这个红灯真的如果坏掉的话 可能也是有好几天没有人发现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如果你是住在这边附近的话 你不会每天晚上抬头看这个红灯的了 就像天上的月亮每天都有 但是你几天会抬头看一次 是不是 这东西挺难说的 如果就是你要无止境的要在这个上面等的话 你真的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个idea还是不太靠服的 我觉得 我觉得相对来说还好吧 因为这种东西如果你要是这个灯坏了的话 很多时候电路本身就会替你报警 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就是反正你也没有其他主意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把它拆下来 这个东西反正也不花什么时间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以前看到过就是南方人在爬 爬椰子树的时候 他就是会有那种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他会手里面拿这个绳子 这个绳子把这个树拦住 然后自己脚蹬着这个树 就可以造成足够的这种摩擦力什么的 然后你可以往上走往下走 其实都很方便 我就是在想 这个东西感觉好像是他们自己 YouTube看的不是特别多 我刚才查了一下 觉得这东西在YouTube上还挺多的 就把绳子把它圆住困住 然后自己身体往后仰 这样就可以造成足够的摩擦力 你可以一点一点往下走 另外一个可能是他们把这个塔特地设计的时候 没有编上这些铁链之类的东西 可能也是个目的 就是说如果这个铁链要是在的话 可能会很多人就会问 通过这个铁链 可不可以通过就是像这种越狱那种方式 就是用绳子 然后就是顺着这个铁链滑下去 这也是一个机会 所以他把这个铁链子去掉了 这样的话只是独一根这个塔 让你觉得感觉好像是没有其他路可走 这个样子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要去爬那么深锈的一个 铁的这种建筑怎么样也要戴个手套什么的吧 这个不是很好吧 这个片子很完美的就演绎了 为什么国外人这么少这么一个理论 对不对 这个东西它干脆就不是什么极限运动 最开始他们在爬这个攀岩的时候 那个是极限运动 对吧 就是他们其实真的是在做这个事情 现在他其实只不就是在YouTube上面作死 然后招点粉丝招点流量 基本上就是这个事情 对 而且他一边爬一边还要就是带根自拍杆什么的 但是一般性就是做这些极限运动的话 他们不是就是用GoPro的吗 不会用手机去拍的 是吧 GoPro直接装在那个身上 或者装在头盔上什么这种东西 但是他们两个就是 我真的就觉得导演为了要一个视觉性好看 就是全部都是穿这种紧身裤 穿短裤 然后也不让他们戴手套 就为了要就是能多晒点肉晒点肉吗 这种感觉 不然如果有手套的话 他是吧 往鞋子里面可以塞手套啊 什么这些东西 就不给他们这些 你知道吗 包括就我前面说的 就是如果他把那个手机放在书包里面 把书包里面塞满东西 你把这个裤子啊 衣服啊 都脱下来塞在书包里面 把它塞满 然后电话房里面绝对不会摔坏 可能吧 我其实觉得最后把这个手机塞在这个闺蜜身体里面去 然后掉下去 我觉得该摔坏还是应该会摔坏 嗯 嗯 但是这个东西最后你也就是给他个机会呗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他们真正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到困在塔上了之后 然后发现 就必须要死一个 就是其实 对 必须要死一个 然后就是他们真正逃生 做的努力 其实就是把手机扔下去 把手机扔下去 没好使 然后把这个无人机拿回来了 无人机发烟出去之后 然后标记被人创坏了 然后最后想出来办法 其实还是把手机扔下去 嗯 对 对 就是基本上没有 没有真的出什么真正的脑洞 虽然说第二次扔手机的之前呢 还给了一段进行曲一样的 就是非常激昂澎湃的 让他自己重新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啊 什么的 然后从上面爬下来 然后把这个闺蜜的身子缠吧缠吧 然后就推下去了 那之间好像还是怎么说呢 跌到了人生谷底 还吃了一只鹰 对 我就觉得他就是那个 他吃那只鹰 然后这个体力恢复也实在太快了吧 是的 吃完之后马上就好了 这是打游戏嘛 坐下吃东西 然后buff一下子就满了 这种感觉 我对这个片子 其实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这个女生对高度 嗯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片子拍给 对就是爬高啊 或者是攀岩啊 就是完全不是很熟悉的 就正常人看 那么可能这个东西就挺正常的 就是女生如果在这个女主角 在攀岩的过程中 爬楼梯啊什么的 就觉得不停地害怕啊 然后又有哭啊 又有哭音啊什么的 这些东西可能是让我们普通观众 看起来更容易有联系感 但其实如果你要真要是联系到 最开始看攀岩的时候 他们在最开始偏手攀岩那个位置 他们坐的那个难度 特别是在岩上能够横着跳一下 然后跳到自己的朋友身边去的这些动作的难度 这绝对不是爬了三到六个月的人能够做的东西 而且任何攀岩的人 你其实都要走过这一段最开始的时候 对这个高度不适应 那么慢慢地一点一点适应了 适应了你现有的高度了之后 或难度了之后 再去爬下一个难度 又到了你舒适区以外 重新去适应 这个心理调节过程 在你成长过程中是一直不停地出现的 那么就是说 其实你虽然说这个女主角在这里 她大概有52 51个星期 52个星期 一年的时间没有爬 那么你有可能就是在肌肉上面 或者是你在体能方面是有退步的 但是你重新走过这段历程 你以前已经走过了 你知道这个时候哭是没有用的 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 我更希望她能够在恐高 或者是对高度恐惧 对自己没有信心 在这方面能够做的稍微内在一点 而不是说像从来没做过的小女孩一样 她这里半哭半哭 一说我不行了受不了了 就是不应该有这么初级的这种体现 那么可能是对我来说 肯定度会更高一些 但是现在 我觉得如果给她多一点这种PTSD的这种东西 因为她老公是摔下去摔死的 所以她每次到一个高点的时候 她脑子里面出现的是老公摔下去的那一瞬间 这种东西 再加上她一年一直在酗酒磕药的这些东西 精神上的这种东西展现出来的话会更好一点 而且这闺蜜也真是的 就是你的好闺蜜一年都在酗酒 在磕药 然后你去找她去爬高 这个东西你太不负责任了吧 感觉好像是怎么说呢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感觉吧 就是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站起来 然后就是我们上周不是说那个Nope那个电影吧 然后我开了个玩笑说那部电影本来的应该叫不要抬头 是吧 这部电影我在一开始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部电影可能以前是叫不要低头 就他们在那个爬台的时候 那个好闺蜜一直在跟他说 你不要低头 你不要低头 我想看 是吧 这部电影是不是叫不要低头 那个我在攀岩馆里面最高爬的大概就是大概40米左右的地方吧 30米到40米之间 就是爬上去的时候低头看向下看 就是觉得下面的人其实就是非常小的 但人家爬的过程中你会有这种恐惧感 你真能做的事情就是要往上看 不要往下看 这是相当真实的 我说过我有这种轻度恐高症 但是我不管去哪里旅游 只要这个地方有什么摩天轮啊什么的 我是必做的 还是要上的 就是我真的就觉得大家都会有一种就是轻度恐高 但是都会想去挑战这种刺激感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这部片子有那么多人看吧 就这部片子的话 我老婆陪着我一块看的 就是他就特别喜欢看这种稍微有一点恐怖 但是不是那么就是可能会做噩梦的这种电影 他就看了这部电影 然后上一段时间的话 他陪我看了那个密室逃生的那部电影 就是我们以前聊过他前面一集 对啊 现在后来有一部就是续集 然后我们没有聊过 我就陪他看了那部电影 他就觉得这一类电影 他都觉得挺有意思的 挺刺激的 你说这个事情是挺有趣的 因为这个片子很多人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挺恐怖的 因为舍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面 可能就觉得很就是挺不舒服 但是呢 其实这个片子里面并没有特别血腥 或者是特别就是我们叫jumpscare 就是故意为吓你而吓你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很多 因为它并没有涉及像什么鬼啊 或者是杀人啊 或者是这些东西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不舒适呢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而且另外一个 很多人在看这个片子或者是留言 评价这个片子的时候都会说 我有恐高症啊 所以看这个东西就觉得不舒服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呢 你只不过是对高度不适应 并不是说恐高 就是恐高是一个病症 并不是说你这种就站在高处觉得 哎呀我很害怕呀 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真正叫做恐高 你只不过就是说 适应适应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大多数的人呢 其实到了高的地方 其实都不是很舒服 因为你不经常来嘛 对吧 但是如果你要是经常来 多做几次 适应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其实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就好像坐过山车 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吓得要死 但你坐到第七次第八次的时候 同样坐一个过山车 你就会觉得 其实也没什么东西 就甩来甩去嘛 就没有再会有那种 就是说惊心动魄的感觉 就不会再有 这个东西完全其实就是在适应 我坐了那么多次摩天轮 我觉得上去的时候 还是会有点 就是有点心跳的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适应的问题 我觉得真的 真的还是有一定的 就真的会有恐高 你知道我就是我做梦里面 我如果有超能力 我也说过 我最希望的 有的超能力就是会飞嘛 但是我这个人又恐高 所以我在梦里面 我会飞的话 其实也就是在地面上面 浮起来的那种飞行 你在天上游泳嘛 对对 就是浮在地面上的这种飞行 不会就是在像那个飞机一样 飞那么高 你说这个能力万一失灵了 然后摔起来不是就死定了吗 说远了 打分吧 这个片子吧 我给这个片子打分是可 我觉得这个片子呢 就是说实话 我觉得在电影院里面看的话 可能体验会比在家里面的 就是电视 或者是在电脑屏幕上看要好很多 那如果你要是在手机上看的话 那你除了这个情节的流程 你就看不到其他东西了 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 还是推荐你想看这个片子 去电影院里面看 但这个片子确实是各种各样 比较传统的困境片的硬伤 它都有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 这个片子并没有真正 做到什么突破方面的东西 唯一对于我来说的突破 就是能够用3个million 300万美元的成本 做出这么个片子 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突破 对我也想说 这个3个million是它的亮点 这个电影的亮点 就是在这个成本非常低 就是说 我给这个片子打个钟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 其实它的娱乐性还是挺好的 因为这部片子 真的你要说 它这种处境啊什么的 你有这种身临其境 这种感觉吗 其实真的没有 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片子的成本 使得它没有这样一个感觉 在这边 这个片子其实去看的话 最大的亮点 可能就是它的反转 不管它有多狗 剧情上面有多狗血吧 至少这个反转的话 还是有一个 就是不管怎么样的话 你可以跟就是看过 这幅电影的人有个聊头 是吧 就是聊这个反转 除此之外的话 我真的觉得就是没有一个 处境感在那边 不管是就是 如果你是在森林里面 有恶兽 要来吃你 就比如说 我们说那个沙滩那部电影 是不是 就是 咸水 或者是在游泳里面 碰到鲨鱼 你这种 就是会很会游泳的人 你都会呛水啊 这种感觉的话 在电影里面都会表现出来 你真的会感觉到那种窒息的感觉 是不是 在水里面或者脚抽筋啊 什么这种感觉的话 你都会有 但在这部电影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是没有一个很大的生命危险 在那边 除非是他们去作死 就比如说要拍那些视频 把身子掉在外面什么的时候 但这种时候的话 你又不会为他们觉得 就是有任何的危险 因为你觉得他们就是很作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 在这个处境这个方面的话 其实做的是挺失败的 但是他去剧本上面的话 就像我们去上手聊 那个Nope的一样 现在感觉导演都想走 这种大反转这种路线 但这个反转 我又觉得他没有铺垫铺的很好 不管怎么样的话 是一部可以吐槽的电影 所以放在这边的话 给他打个钟吧 就大家看完了以后 都可以就是出来聊聊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感受吧 对 还是就是如果是说 看过这部片子的朋友 欢迎你们在微信区 和就是讨论平台 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讲的怎么样 别忘了 我们本周还有一个 饮料抽奖的活动 就是在我们的微信的新闻贴下面 留言告诉我们你们对这个电影坠落 电影是怎么看的 同意我们的观点 或者是不同意我们的观点 都欢迎你把你的意见留下来 那么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 把这一箱饮料奖品送给你 我们再看看本周还有什么 其他的电影新闻 首先是一条迪士尼的 迪士尼的真人重拍皮诺曹 这个电影在适应之后 遭到了影评界的极度差评 被称其为极其无聊 毫无意义的CGI 缺乏灵魂 这个片子是由 Tom Hanks出演《木匠老爹》 黑人歌手Cynthia Erible 出演《蓝仙女》 电影将在迪士尼平台 于美国时间9月9号 其实就是今天或明天 登陆平台上映 烂分期目前的打分是30分 是近年来迪士尼真人重拍 动画系列的垫底成绩 相比之下 好像是阿拉丁是57% Dumbo就是小飞象是45% 狮子王是52 我觉得这部电影出来了以后 就是最谢天谢地的 可能就是花木兰了 可以理解 其实就是很明显 就是迪士尼对这部电影 一点信心都没有 这是唯一一部 就是尊人重拍的电影 是直接放到网络平台的 花木兰的话 其实也是进电影院的 虽然那个时候 疫情刚刚开始 但是他们还是把它放到了电影院 然后再放在网络平台上面的 所以他们对花木兰 还是有很高的期待值在这边的 而这部电影 他们一点期待值都没有 直接就扔到网络平台了 然后今天的话 那个美人鱼的预告片又出来了 美人鱼的预告片出来了以后 说是要进电影院的 那为什么这部匹诺曹 就直接放到了网络平台呢 就是没有信心 虽然有汤姆汉克斯来演 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信心 其实我本来是准备要问包子 我们要下周要不要聊这部电影的 但是现在就是评价那么差的话 我都不是特别想去看这部电影 不知道包子愿不愿意下周聊这个电影 我还是怎么说呢 觉得有点好奇 但是有些时候这个好奇 其实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就是想知道一下 就是这个业界这么大的差评 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我听到一些反应 就是说这个片子感觉好像是 它其实是把这个动画片 一句照一句的这么做下来的 但是里面又有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今天世界环境的东西 比如像把这个蓝仙女 变成了一个黑人女歌手什么的 就是还有一些 就是跟今天的流行文化 有联系的加进了一些笑话 那么这些东西 跟以前这个老剧本 是不是能够很和谐的放在一起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皮动草那个环境 就是因为皮动草这个片子 好像应该是80年了吧 这个故事相当老的那个动画片 应该也算是迪士尼 很老很经典很传统的那个动画片 但那个时候的价值观 人生观和皮动草整个故事里面 就描写这些人生 或者是给你这些人生道理 这些东西 放到今天这个环境 是不是还能够好用 这是一个很难讲的事情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你改动太多 大家可能会不认同 如果你要是完全不改动的话 不是你今天这个大环境 大家可能也不认同 这个东西其实不是特别好做 所以说我觉得 我觉得是电影本身吧 就是那个时代 看电影真的是感觉 像魔法一样的一个东西 真的是觉得是很神奇的 然后你是说一个木偶 它怎么样变成一个真人的 这样一个故事 在那个年代 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 很有吸引力 非常神奇 但是几十年以后 近一百年以后 你再讲这样一个故事 这样相似的故事 已经讲了无数个了 你知道吗 就像最近魔戒的电视剧 出来了以后 很多人看了以后 觉得这个东西 没有魔戒的味道 反而就像很多这种 翻版的这种科幻 或者是这种 魔幻的这种故事一样 就是反正有精灵 有龙 有这些东西 但是他的灵魂之中 感觉不到有任何魔戒 本身有的这种魅力的东西 在这个里面 其实也是这样的 因为类似的东西 我们看了太多了 这个时代不一样了 所以说 为什么还要继续做呢 如果进电影院的话 能挣钱 进不到电影院的话 放在平台上面 还是能够吸引会员 这个东西 说到归根结底 还是钱 对吧 迪斯尼是没有问题的 说到片子的差评 还有另外一部片子 也是有挺大差评的 这就是跟我们上周 聊过的新闻有关系的 悬疑惊悚片 亲爱的别担心 在影评解禁之后 发现其实是受到很多差评 这个片子 以前是因为 女导演Olivia Wilde 和原先选中的男演员 Shia LaBeouf之间互私 而受到了大面积的关注 但是目前感觉好像 这位女导演Olivia Wilde 受到了一些公关方面的风波 在与Shia LaBeouf之间 互怼之外 女主角 就是老张尼昌周也提过的 女主角Florence Pugh 缺席电影的发布会 而且的男主演 Harry Stiles 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表现 其实遭到了恶评 目前电影的烂盆节评分 是43% 是的 然后在这个电影节上面 Harry Stiles 好像还吐了一口 Chris Pine 所以这个事情 反正这部电影 现在反正 所有出来的这个新闻 全部都是负面新闻 但是我还是挺想看 这部电影的 因为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对他上一部作品 这个Book Smart 我还是觉得是挺不错的 一部处女作吧 所以真的想看一下 这个导演 然后现在有这样一个阵容的话 会拍出一个什么样的电影 而且就是我对他的这个 选的这个电影的格式 这些风格 什么这些东西 我还是挺欣赏的 所以还是准备去看一下的 是的 我也是觉得 我对这个片子挺好奇 因为主要是这个片子 做的宣传片 预告片 对于我来说 确实是激起了我的兴趣 但你觉得就是 不管怎么说 像这个电影 现在围着这个电影 这么多的风波 和这么多的负面宣传 那么这个电影 将来在电影 进入电影院之后 它会在票房方面 受到很大的影响吗 我觉得这一类片子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 很小众的电影 就像很多奥斯卡片子的话 它其实票房 本来它就没有 顾忌票房 但是这个就跟 迪斯尼要拍 皮诺曹就不一样了 你看 虽然两部片子 都是差评 但是我就是不想 去看皮诺曹 但是我还是想去看 这部电影 我觉得很多人 都会有同样的 这个感觉吧 对 原先不是说 同时 几乎是同时 同一时间 有两部皮诺曹出现 一部就是迪斯尼 这部重拍 另外一部是 陀螺大师的一个版本的皮诺曹 前一段时间 好像是陀螺大师的预告片出来了 然后感觉好像里面的设计 什么的 就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有想象力 所以说 其实我要是一定要挑一部 皮诺曹看的话 现在陀螺大师那部 皮诺曹看起来 就是更有意思一点 第三条新闻 是已经去世的黑豹演员 Chadwick Boseman 在Emmies获得了最佳配音奖 这个奖是因为 他在漫威的动画片 假如 中间为最后的黑豹配音 而颁发的 Boseman是2020年8月份 去世的死于肠癌 去世的时候是43岁 我看到这条新闻 我就觉得 这个又是一个 政治正确问题在这边 因为跟他同时提名的 包括这个假如里面 这个Jeffrey Wright 也就是 这个整个 所每一集里面都有他的 对啊 这个观察者们 每一集里面都有他 他是主要的这个旁白啊 什么都是他的 他的配音 比这个黑豹的配音 要强好多了 就是其他 还有很多别的电影里面 有什么JK Simmons啊什么的 虽然那些电影 我可能没有看过 但是我觉得 就在同一部制作里面 他都不是最佳的配音 他为什么能拿这个 最佳配音奖 其实就是因为他死了 如果他活着的话 他连提名都不会 给提名到的 因为那部电影里 那个电视剧里面 比他配音配的好的 都不知道有多少呢 是不是 而且一般性就是 明星配音 其实都不如 真正的配音演员 这一点其实 我们经常会就是看到 啊 这部片子有什么 大角来配音啊什么的 其实他们 他们就是靠 他们的名声在这边 可以赚一点票房 真正的配音演员 活儿要比他们好很多呢 然后每一次拿这种 最佳配音奖 都是这些明星在这边拿 其实挺不公平的 我觉得 就是真正好的配音 这个行业里面这些 配音配的好的这些人 永远拿不到这些奖 就因为这些明星 不管他们活着死着 都觉得就更有风头 所以这些颁奖晚会的话 都是把这些奖项 都可以颁起给这些明星 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 对明星给这个动画片 配音这个事情 本身我对这个事情的投入产出比 我就是挺不认同 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明星 除非这种脱口秀啊 什么的这些明星 他们是以他们的声音 和声音内容 就是被我们大家认知的 但这种人是少数 绝大多数的人呢 他们在配音的时候 他们的声音 并没有很强的辨知力 就如果你要不知道 他是谁的话 你可能是不太容易 听得出来他们是谁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请他们来 其实完全就是用以借 给这个电影做宣传来借力 而不是真的 对这个电影配音的 这个人物本身的塑造 有什么特别强的功效 像你说的 真正的配音演员 能够用他的声音去表演 很多影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但是因为把他们的名字 把他们请过来 把名字放在这个演员单子上了 然后就是给这个片子 造成一个宣传上面的效果 至于 Chadwick Boseman 首先我这么说吧 直说了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我对黑豹这个片子 本身并不是特别有好感 然后就是对于 他在这个片子里面 有很强热的黑 非洲的这种英语口音 我对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特别感冒 我并不是特别吃 这个人物塑造这一套 所以我觉得 像他在最后这一段工作 在假如里面这个工作 像你说又不是整个电视剧里面 最好的 我觉得就是有点在炒冷饭的感觉 对 让我想到就去年的奥斯卡 就特别把这个最佳男主角 这个奖项放在最后 因为以前的话 永远是这个最佳电影 放在最后的 是吧 他们去年就是把这个最佳男主角的 这个奖项放在最后 因为有这个 Chadwick Boseman 被提名 所以他们想最后 如果他能拿到影帝的话 这样又是把这个晚会推到了一个高潮 是不是 努力了那么多 最后不是他拿的 是那个 那个那个 Anthony Hopkins拿的 是吧 所以就是很狗血 就是为了要做这些政治正确 他们太努力了 然后说到这个配音的话 我觉得更狗血的是很多 就是 国内国语版的这些 好莱坞片子的这些 动画配音 经常会有什么李亚鹏配音 什么这些 我觉得就是更没有灵魂的配音 在这里面了 是 对 他其实就是为了将来 如果有机会把这个片子 拿到中国大陆市场来放的话 那么有一个中国大陆观众 熟悉的名字在里面 感觉好像是会有这种 支持的心态 其实还是一个宣传方面的动作 其实李亚鹏的配音 在这个动画片里面 真的给这个片子增益多少 我觉得其实不见得 对 而且另外一个说实话 Challwick Boseman 变成了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名字 但我真的并不是觉得 他是一个 就是真达到了影帝巅峰的 这么一个电影演员 就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他其实也 算是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吧 但是并没有真的达到这种高度 为什么就是他死了之后 就是大家都来吵一下 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说 也是挺不公平的 让大家就是真正把注意力 并没有放在他的工作上 而是把这个名字 变成了一个标志了 我觉得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也不见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对 他绝对是个好演员 但他不是一个就是 像Russell Crowe这种 就是一流的 这个一线的这种演员 他 我最喜欢他的一部 是那部Get On Up 也是奥奖提名过的一部电影 那个里面 他的表演比黑豹要好很多了 现在就是因为 他去世了以后 他的这个黑豹 这个角色的位置 也提升了很多 大家都觉得 好像黑豹这个角色 就是像钢铁侠和美队 一个一个级别的 这样一个角色 但是在整个这个电影系列里面 他的位置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是吧 就是因为他去世了 所以现在就是 大家为了政治正确 如果你说一句 他不配拿到这个奖的话 肯定给那些黑人给吐死 是不是 对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吧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不要忘记今天 这期节目的话 我们还是有这个抽奖活动 希望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公众号 踊跃参与 那么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老规矩 把我们的节目 在各个平台上面都可以 点赞 打分留言 然后把我们的节目 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让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 一起来加入我们讨论电影 那么我们的公众号前面也说过 大话说电影 希望可以加入一下 参与一下这次的抽奖活动 那么对我们的节目 或者讨论的影片 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话题讨论 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中 跟我们留言 也欢迎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 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来我们的群里 和这些志同道合 全世界的志同道合的影迷朋友 24小时不停的讨论电影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 对我们节目第267的收听和支持 我是主播包子 我是老张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